韓營養師 大家好我是韓營養師 已經入秋囉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道可以抗過敏的番茄鮭魚料理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入秋 我們的白天跟晚上溫差很大 有些小朋友或是大人們都會有一些打噴嚏 流鼻水或是咳嗽的一些症狀 那其實這些都是可以靠我們的飲食來做身體的調養的 所以今天為大家示範一道叫做鮭魚番茄養生的沾醬 我們今天用到的食材有鮭魚 我們都知道其實鮭魚富含豐富的Omega-3 對我們的過敏還有一些降低一些發炎的反應 還有提升我們身體的免疫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鮭魚我們建議是可以先蒸熟過 那再來配菜有番茄 番茄富含豐富的淺紅素可以抗氧化 另外還有一些我們用的是蘋果 蘋果含有豐富200多種維生素跟礦物質跟抗氧化物 都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另外還有胡蘿蔔 還有豐富的β胡蘿蔔素 還有一點點的小黃瓜 跟一些是蒜片跟鹽的部分 好那今天我們先把鮭魚放到我們的多功能的營養調理機當中 放我們的番茄 番茄其實整顆番茄可以直接下去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們今天選用的調理機啊 它這個馬力有兩匹馬力這麼的強 非常高的轉速 另外再來放我們的蘋果 大概有三分之一顆的蘋果 然後放入我們的胡蘿蔔 最後呢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鹽巴作為調味 我們把它蓋上蓋子 再來呢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沾醬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選擇它多功能的觸控面板 我們可以選到就是選沾醬的位置輕輕的按下去 好非常的簡單齁 剛剛這些所有的材料不管是硬的啊軟的啊 都可以通通在瞬間做一個攪碎 好 打開 那我們這個蘋醬啊其實我會建議稍微再用我們的小火 大概燜煮個10到15分鐘齁 那我們今天是用的這個很漂亮的一個塔吉鍋 好 那首先呢我會建議先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然後再把我們剛才的沾醬倒進去 蓋上我們的鍋蓋 然後調整我們大概煮費10到15分鐘 用小火煮就可以了 剛才的料理已經用小火煮滾了喔 好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搖出來 OK 番茄鮭魚的沾醬 非常的香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使用的呢 我們可以建議塗在我們的法國麵包上面 加上滿滿的鮭魚啊 還有新鮮的番茄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所示範的番茄鮭魚料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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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